哎,我到了 有个朋友想当巴西教练 活挺难,钱多 一个巴西贵家队的主教练很难搬的 我们没有服装嘛 我们上次还有一些军队服装 凑合一下就差不多了 燕嫂姨,做教练要猴到 于是,好梦一日原公司 满足了这个疯狂球迷 做巴西国家队主教练的愿望 罗南尔冰尿,有 要是再遇到德国怎么办 我一定会过完他们所有的后备 罗南尔冰尿,有 你怎么看到这个问题啊 我的替不齐随时带命 不错嘛 一旦你上场必须在十分钟内 废掉这个这个 这个巴拉克 阿德里安读现在在哪里啊 他正在球场上练 练 早月位 早月位 准备下场比赛一式身手 罗南尔冰尿 你怎么打算这场比赛啊 最近我的体重有所增加 跑一百米要一分多钟 我每天都在将体重 已经降了五百多克了 防守的活就别让我干了 我逼你啊 从现在开始 你代替罗南尔冻手吧 罗南尔冻 你可以回国休息了 我会照顾好你的新女友 米尼亚 贾纳尔的 纳尔冻 说你呢 快 我在九四年拿过冠军 我在九八年进过决赛 我 快快快 抓住 拖拖 我上街进了九个球 我上街杯赛进了九个球 一定得选世界上最好的球队 带最帅的足球明星 剑就得剑一只全明星球队 小组直接出现 积分最少也得积分以上 什么加纳了 美国了 瑞典了 能给它灭了 全都给灭 准备好两套阵容 替补都得是大牌 队里再请一助力教练 带一假发特身是那种 队员一进门 甭管有事没事 马上向你请安 没还不是 一口地道的英国伦敦枪 倍儿有面子 试剧杯结束以后 再带一俱乐部 球员买最贵 一年光转会费 就得挤一美金 再建一高清足球频道 24小时直播 台票就一个字 帅 只叫哪支球队 就得看你运气了 周围的主教练 不是带阿根廷 就是带意大利 你要是带一日本队 你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你说 这届世界杯 你想带一支 什么样的球队 呃 我觉得怎么着 也得德国队 德国队 德国球星太少 怎么着 也得有小贝 罗纳尔丁尿嘛 还得排队 你得研究 看球的球迷心理 喜欢看帅哥 踢球的球迷 他就根本不在乎 球队是哪支 什么叫世界冠军 知道吗 世界冠军 就是要球员 都要最帅的 不要最会踢的 所以 我们当主教练的口号就是 不要小罗 就要小贝 谢谢大家